前年11月13日 有示威者發起三罷行動 當日有示威者在中環 響應和利Lunch集結 兩男子分別承認暴動罪及非法集結等罪名 處審裁判官煉錦雄 斥責有示威者在雨傘掩飾下無惡不助 兩名被告分別是承認暴動罪的 23歲水果點點員麥雲基 承認非法集結及使用蒙面物品的 32歲前銀行分析員王天樂 分別判囚40個月及9個月 主審西九裁判法院裁判官煉錦雄判應時指 和平示威精神曾令香港人引以為傲 但演變下去卻被暴力示威者騎劫 連官認為撐散並不暴力 但有人在雨傘掩飾下無惡不助 斥責示威者破壞的不是死物 而是香港素來引以為傲 和平務實的商業社會名譽 連官又指 2019年是香港政治上十分不平靜的一年 雖然政府早已承認修訂逃犯條例失敗 願意暫緩條例 但抗爭者仍然用同一個藉口 企圖以包括商人、破壞財產等暴力手段 令政府讓步 連官同時譴責杜磅兒 即是看熱鬧的人不負責任 有政治領袖和教育工作者姑息養姦 連官又質疑 辯方指被告黃天樂身上攜帶噴火槍 是作為BBQ工具 但沒有解釋為何被告在上班日子 由九龍帶相關工具前往港島 即被告難以致緣其說 連官指被告衰無破壞行為 但裝束顯示 他意圖在場為其他暴力示威者助威 法官指 兩名被告是成年人 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